我今天要去一個叫做SKYCODE的景觀咖啡廳 它在南京東路上面 它其實是一個共享空間的牌子 它有三個據點的樣子 只是因為今天是假日 然後只有咖啡廳有開 聽說它的景觀超美的 在非常非常高的樓層 所以想要帶大家去看看 那我們就出發吧 SKYCODE是一個在台北還蠻有名的共享辦公室 它總共有三個據點 兩個在南京東路上 一個在國父紀念館旁邊 今天我要去的地方叫做SKYCODE共享咖啡館 它只有在南京復興的那個分館有 而且它在最頂樓16層 擁有很美的景觀 視野非常好 因為南京東路比較遠 所以這次我是搭公車去的 下車以後大概走個兩分鐘就到囉 它位於商業大樓裡面 跟一般咖啡廳很不一樣 這就是SKYCODE共享辦公室 這就是SKYCODE共享辦公室 旁邊就是SKYCODE共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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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超美的 因為我很早到 所以當然就挑最受歡迎的窗邊景觀位置 這裡的收費方式是消費130元可以做2.5個小時 消費260元可以做5個小時 消費390元的話就不限定時間了 我點了130元的蜂蜜檸檬 還滿好喝的 再來測測它的網速吧 210元超快的耶 好猛喔 我在窗邊坐不到幾分鐘 就決定換到最裡面了 因為早上太陽太大 反光太嚴重 我根本看不清楚螢幕上的東西 它這裡的佈置超像網美咖啡廳的 感覺很好拍照打卡耶 我今天要工作的內容是公司下禮拜尾牙前要使用的影片 看得出來是什麼遊戲嗎 做了一陣子以後 人越來越多 環境也越來越吵了 這就是在咖啡廳辦公的缺點 沒有辦法避免 今天在這裡大概待了兩半小時 它的網速很快 真的還滿讚的 景觀也很好 但是如果你要有景觀的位置的話 可能就要早點來 這家是11點開張 我大概是12點前就到了 就可以搶到靠窗的位置 但是因為它靠窗的位置實在反光太嚴重了 所以後來我就換到腳了 這家生意非常的好 人越來越多 所以也越來越吵了 等一下我編輯完影片 就要離開這啦 今天很開心 跟大家介紹這個地方 Skycourt 他們的部長空間有沒去過 假意沒有 但我還滿想去體驗看 所以今天就到了 再見 感覺到你 好 可以 我們已經到達了 你們 謝謝